同学 人穷不可耻 慈穷才可耻 还记得哈店族吗 老牌店慈典大厂远见科技 在经历手机平板崛起 重重的冲击电子慈典的生意 现在宣布转型在大陆的北京 做起创业生意 启动仪式找来合作伙伴 育成孵化剂的生意 从跟北京银行结盟 提供新创团队5000万的创业基金 到税务法规甚至是提供办公室 一条龙的服务而招募的对象 就是台湾青年 他未来如果想在国内上市 或什么的话 他也必须要有一个经营的年限的 一个两年或三年的时间 所以越早来这边创业 或者设立一个公司 对他未来的发展更有机会 其实远见科技早早进军北京 当年以品牌文取新 工程掠地 而在中关村更是大地主 像北京的上地区就有联想集团 而附近另一栋大楼 就是远见早期的办公室 现在当起包租工出租空间 包含新盖大楼 远见在北京的土地 就有两万一千平方米 但远见还不满足 因为光租金收入事实上 它的成长是有限的 虽然我们在上地这边 每年的租金都有两位数的增长 老牌科技厂从卖电磁电 到当包租工 现在转型育成孵化器 做起创业的生意 但他们最大的挑战 恐怕还是本地厂商的竞争 三新闻的预防馆中 北京采访报道